请 请 请 殿下 听说最近宫中发生了很多事 你那个丫鬟知道是怎么回事啊 她是本王出征时带回来的 当时看她楚楚可怜 一时就动了恻隐之心 不曾想竟然因此 那你可曾见她身上带有一颗五色石 行了 本王现在不想提她 要不是当时我亲信于她 我的兄弟们也不会横死在宫中 好 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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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殿下 我这里有一个福送给你 它能保你平安 此物有用 有用啊 这是我爷爷教我的 绝对管用 秦大人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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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秦大人摸也进去 秦大人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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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微臣参见太子殿下 你来干什么 太子殿下驾临酒馆 已是传遍礼方 微臣为了太子殿下的自身安全 还请太子殿下速速返回东宫 怎么 什么时候本王去哪里 要跟大理寺报备了 启禀太子殿下 近日来 东宫内接连发生数起命案 保护太子殿下的安危 是大理寺的职责所在 你 恕微臣冒犯 住手 太子殿下 此女乃是我的下属 一壶职守有独职之险 我现在要将她 带回大理寺加以承接 慢着 本王正需要一名宫女 看她不错 决定即刻召进宫 太子殿下 此女乃是我大理寺的一名 重要宜官 如果太子殿下喜欢的话 需要先向皇上请示 若是皇上同意了 微臣会亲自将她 送到太子服上 但在那之前 您不能将她带走 好 殿下 我看你心情好多了 要不 我就先回大理寺干活了 微臣告辞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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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